這其實也算得上是天津比較特色的一個早點隊 到天津不容錯過的美食 我現在在西北角啊 西北角的美食真的太多了 然後我今天要分享的是一家早點 他們家的捲圈雞排都非常好吃啊 一起去看一下吧 到了啊 看這人 看一下啊 他們家就捲圈雞排 還有各種早點 這一個早點攤了三個人在忙活啊 剛出鍋的捲圈 我來半個香醇雞排一個捲圈 好嘞 捲一半啊 對 醬都要嗎 都要 對 都要 辣子要嗎 要一點 好嘞 半個雞排 不要 多錢 來看一下我買的啊 今天早上要了半個香酥雞排 他給切成了條 好 然後要了一個捲圈 捲圈是兩塊五 然後半個雞排是四塊五 這一套總共是八塊錢 開始吃了啊 你們聽到旁邊有個嗡嗡響的聲音了沒有 仔細聽啊 知道那個賣什麼了嗎 賣熟利糕的啊 也是天津的一個特色小吃 來一口啊 先咬到的是捲圈 他這個捲圈也是那個豆皮的 然後捲圈裡面就是豆芽 然後醬豆腐 香菜粉條下去捲 吃到雞排了 他們家這個雞排是很大一塊 現在是九塊錢一塊 你可以要整塊的也可以要 半塊 半塊他給你切成條 然後加到這個大瓶裡面 然後再來一個捲圈 撒點紫蘭辣椒麵 抹點醬 看見大雞排 這一套其實也很大一套啊 天津早上很多都吃這個大餅加果汁啊 大餅加雞排啊 大餅雞柳啊 大餅雞蛋啊 大餅捲圈 天津其實這個大餅真的 能加的東西很多啊 大餅加一些 對 這家捲圈是 也是比較傳統的一個老一捲圈 然後早上 六點出攤 基本上就賣到九點 三個人在忙活 就這一個早點攤 一直是排隊的狀態 撿圈跟這個 大雞排早上吃 這個其實也算得上是 天津比較特色的一個早點隊 大餅捲圈 大餅雞排 對 然後我覺得有到天津的話 可以試一下 這家是在西北角 味道個人感覺還不錯 而且比上圍吃的那個 要便宜 這個是兩塊五 對 有沒有吃過的小老闆 你 覺得怎樣 有時候 天津 我們 有些人